经过一个夏季的高温 或者是呢 在入秋之后 很多花油呢 会给南花换盆 这样呢 都会导致南花 在秋季之后啊 恢复生长会比较慢 甚至换盆之后呢 长久不浮盆 怎么办呢 只需要给它浇上南宁王 这种水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盆土里面呢 病菌太多 有益菌太少 甚至是在换盆的时候呢 盆土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呢 全部被消灭掉 这样都会影响到它后期生长 所以我们这个手就需要给它补菌 南宁王的话呢 它里面呢 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每毫升还有100亿以上的有益活菌 能够快速补充南花 根系生长所需要的南菌 还能够促进生根 提高发芽率 饱花触花 它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在四斤水里面 加上一瓶盖这个南宁王 然后倒进去 等它完全溶解之后呢 我们就给你的南花浇灌 我们大概在这个时候呢 10天左右浇灌一次 连续浇灌几次 你就会发现你的南花 很快恢复生长 而且呢 后期发芽率和开花率 也能够得到大大的提高 不过大家也要注意 南宁王的话 它并不是肥 只是一种有益菌 所以大家在 后期养护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适当的追肥 促进南花生长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节见